今天早上,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收看 大家好,台北府農會四建會 特別邀請六萬國小的小朋友 來到幾分餐的百香果園裡面 由農民先為小朋友來上課 剛開始百香果的行程過程 並載和小朋友請出來建的百香果 台北府農會四建會 在日前邀請了一樣 為了在幾分餐的六萬國小的書生 來到幾分村的百香果園 来进行一场食农教育的体验 现场就由农民、行为小朋友来尝课感慨 再来让小朋友拿到的歌来蒸白山果 让他们了解说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 都种植些什么样的作物 因为这几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早上其实我们也蛮担心下雨的 可是我们也是要让小朋友们知道说农夫的辛苦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必须出门 因为这个季节刚好也是播种的季节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挑天气出门 所以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农夫他们要学的 不管是一个生态的平衡 一个土壤的一个化学元素的一个生态平衡之外 我们还要了解到天气的一个气象学 现在近年还有一些 我们学者讲到的气象的经济学 其实这都是农夫们要研究的 所以在读书之外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农夫其实他们有另外一面的 一个学问 所以他们在小朋友的认知里面 他们认为说 我不读书我就是去做农夫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现在的农夫像我们的这个 叫我们来种植百香果的这个农民呢 就是我们的中兴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对一个作物的研究 还有一个土壤的一个 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酸碱质 各方面的学问 还有气象的研究 其实都不亚于我们一般人 因为毕竟作物的生长是要靠气候 然后靠很多因素的配合 才有办法到我们最后的收成 首先我很感谢农夫会 林总干事对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 那林总干事让我们是主企的一个土生土长的 农家出生的一个女友 所以呢 他知道我们主企的一个在地文化的一个水果 那今天我们的孩子 在这边 我们本身也有家政客 所以我们会用当地的一个食材 来做成各种的一个烹饪的食物 那就有这百香果也是我们主企的特产 那这个让孩子学习整个一个过程 那也符合县长的食农教育 爱土地 爱食物 爱荣物 所以呢 真的再次感谢农会的 对我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支持 谢谢 在这地区农会总干事林梦宜的标识 这件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和小朋友可以了解到 政府的由来 还有农民的辛苦 老板国社和您的翁军周马标识 百香果是在这种農地産品 和饮料是農耕的重要性 谢谢新闻正义 在这种農业县 加益县是农业县 造成人口外流 人才流失 目前我们的马筹后产业园区 水上南径 中浦公馆 明雄航太 以及我们的科学园区 正在发展当中 加益将往农工大县的梦想前进 我们将增加就业机会 让在地以及各地的人才 有机会在这里发展 科学园区总经会 85亿已经核定了 农工大县的合作头 将带动加益 往世界前进 新的一年 科学园区普普升风 农工大县正在实现 历史的一年 广工大县正在实现 服务的学生 目前最后的一个